你好 想弄点啥 你赶紧给我看这些东西是整了家的 这我刚买的 我总有感觉上当受骗了感觉 上当受骗了 啥情况 怎么上当受骗了 我不懂这个东西 哦 这是你刚买的 对 老包姜啊这 总共是十块 嗯对 数量对的啥吧 对的啥 这是老包姜的大头 有一块北洋笼 哎不错 东东西真假没问题 刚买的 对 花了多少钱 一千块钱 一千块钱一块 哎不是 十块一千 十块这十块加在一起 一千块钱 对 等于说一百块钱一块 嗯是的 我的天哪 你这捡到大漏了呀 漏是啥意思 你占到大便宜了 占到大便宜了 不假吗那东西 我看着是不假 都是老的 一眼开门啊 那不对吧 啊 有铝了 有涨了 我总感觉是假的 这会银的吗 哦 你的意思上面生绿锈了 像铜的 是吧 对 那正常情况下 确实 只有铜的才生绿锈 那不是假的吗 你先别着急 你听我讲 这银元 都是银的 但是其实它这个银元啊 它不是竹银 它这个银的含量呢 只达到89% 比如说九银一铜 里面含的确实有铜 然后呢 这放的时间长了 就会生绿锈 这东西没问题 老的一眼开门 不过像这种深坑包浆的东西 这一般可都是挖出来的呀 老板你果然好眼里 都是挖出来的 这俺那个邻居 俺那鱼片要采钱了嘛 俺那个邻居 反正杂属 俺们都认识的 因为他就是我们那时候 有名的大地主 你说他们他家祖上啊 是地主 俺都知道 他的房子都那倾断打挖了 都一百多年了 明白了 那确实 以前地主家的房子 那房子都盖的特别高 对 是吧 然后挖出来了 挖了一个摊子 因为邻居都跟他看着呢 反正有人买也有人不买 认为这个旅的都是家的 老人说 等于说就是他祖上是地主 然后他们家财迁的 对 挖出来一坛子银元 对 那一坛子得 得几百块吧 我不知道 反正挺大的 就是等于说就是卖呢 然后你这看上了 一百块钱一块 买了十块 对对对 不安是 我是这样打算的 如果要夹来 邻居了 我能给他退 整的我都占便宜了吗 那你这是 捡到大漏了 那我赚多少钱 赚多少钱 我下面给你算一算 行吧 我看了一下 十块的 有九块 都是大头 大致看了一下 也没有八年的 没啥啥特殊版别 一块呢 现在我们收点 一千 一块一千 一块一千 对 九块就就九千块钱 这就九千了 然后带龙的呢 比这个大头贵啊 像这个是北洋龙 三十四年的 板别没有 正常的长尾龙 但是品项挺好的 像这个 我能给个三千 要反十倍不值吗 那这现在 说实话 你要出手的话 这个九千 加上这个三千 就一万二了 我出手出手 感觉这幸福来的太突然 有点不整事了 感觉 你到底是整的家呢 真的呀 确定要出手了 是吧 那可以 还有可多了 你这要整的吗 我一百万千块 都给他买过来 都卖给你 毕竟是邻居的 能多给点 多给点 是不是 他不动 这时候不尖狼 他要尖狼 他当地主的时候 不是要不准 那行 那啥也不说了 我下面呢 给你算一算 然后呢 你等一会儿 你回去看看 他如果说 卖的还 还有呢 你就再买点 是吧 只要是银元 咱都可以搜 行不行 你快点快点 我想想回去 那行 那等一会儿 你收的时候 你记着 刚才你看了 带龙的 这是北洋龙 三千 你要是有大琴 招种 那价格更高 龙的 我想是 这一个都赚四倍 那是那是 那行 那行 那其他的 我就不说了 行行 不打扰你发财 行吧 那我给你算一算 好好好 那我给你做了